这是我们研读登山宝训的第六堂课 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是 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总结 我先帮各位复习一下 耶稣这段教导的脉络 他教导了百姓 说天国已经到了 他也通过那些使人痊愈的神迹 展现了天国的大能 而现在他正在教导他们 福音如何转变天国百姓 所活出来的生命 他教导了他们一些 关于蒙福的事情 说来很有意思 我们如今经常听到人们说 我真是蒙福 这会让你想要走上前去问 你蒙福是因为你虚心吗 是因为上帝如此赐福给你吗 或者你只不过是以宗教的用词 说自己过得非常幸运 别搞错了 耶稣所讲的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转变 程度之身 使他的门徒活出了公义的一生 他们的生命 远比法利赛人的生命还更加深刻 也更具有冲击力 虔诚的宗教操守 确实有可能让人感到畏惧三分 各位可能也有遇过这种人 他们虔诚的程度令人畏惧 甚至令人厌恶 而耶稣所教导的公义 则是深入人心 因此所产生的不是一群令人畏惧的人 而是一群温柔的人 这样的人以奇妙的平静安稳 来面对人生 以至于能够慷慨待人 他们从自身的急急盈盈之中 被拯救了出来 所以耶稣说 上帝的律法一直都是要将我们指挥上帝起初 所要我们活出的那种 自由与喜乐的美好人生 现在耶稣即将提到最后几个例子 在这些例子中 他把律法被误解 被误用的方式 拿来对照律法恰当使用的方式 耶稣提到了另一段广为人知的话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 从这段话当中 我们也能相当清楚地看出 耶稣并不是在谈论上帝所赐的律法本身 而是在谈论律法被人误解和误用的方式 当爱你的邻舍 诶 没错 百姓对此表达赞同 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呢 当爱你的邻舍 那么你的仇敌呢 如果你爱你的邻舍 你就要恨你的仇敌 漫和逻辑对不对 但这是上帝要的吗 主耶稣指出来 这当然一点也不符合逻辑 我以前有一位哲学教授 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是学哲学的学生 我有一位哲学教授 他就跟其他所有的哲学教授一样 他用的例子总是相当糟糕 关于矛盾率 他最棒的例子是这样的 这样子说 维纳姆教授喝茶呢 会加糖 与维纳姆太太喝茶 不加糖 两件事并不矛盾 他举这个例子是在教导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矛盾 什么是错谬的矛盾 而 在耶稣当时那些旧约教师 所想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错谬的矛盾 当爱你的邻舍 并不表示要恨你的仇敌 因此耶稣想要探讨的是 爱邻舍对我们而言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人们可能会说 圣经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当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 我们在诗篇里不是有看到很多 这个被称为咒诅诗的内容吗 这个以利亚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其实你会注意到 每当他们的国家 在地狱 黑暗势力 狂暴的攻击时 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头 那些身处在其中的个人 并不是以私人的身份做出那些行为的 他们的行为背后有一种深层的察觉 觉察到上帝给了他们一个地位 大卫被赋予了君王的地位 而当时发生的事情 将会摧毁他的国家 将会摧毁他的百姓 所以他那样反抗恶者 反抗仇敌 是合一的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不该滥用旧约圣经里 那些非比寻常的例子 把他们普遍化 然后说 大卫可以 我也可以 因为你不是大卫 你不是君王 其实仔细想一想啊 你甚至并不住在王国里 这不是你在社会上的角色 所以耶稣说 你不该勿用反抗仇敌 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 是给国家的君王采用的 别把它应用在你的私人生活里 还说 有谁敢当我的仇敌 我就要狠狠地对付他 所以 不要用对比的方式说 当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 这背后的真理 就是你必须弄清楚 圣经说了哪些 关于你邻舍身份的事情 福音书 有一段很美妙的经文 出现在后面的篇幅里 有一位律法师 问耶稣这个问题 哪一条界面是最大的 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上帝 其次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但他还没问完 你很厉害是吗 在一个问题 我就能把你问到了 谁是我的邻舍呢 还记得耶稣是怎么回答 这个问题的吗 他不只是讲述了 好撒玛利亚人的伟大故事 我认为那些站在后排的群众 最后肯定是互相击掌 叫好 因为耶稣以绝妙的方式 反过来问律法师说 律法师先生请告诉我 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 看到耶稣是怎么反问的吗 律法师想知道的是 该如何给自己的责任 划定上线 在什么范围内的人是我的邻舍 在什么范围外的人不是我的邻舍 但耶稣说 不对啊 真正重要的是 你就是人们的邻舍 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而言 你都应当做他们的邻舍 所以不是说当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 耶稣说 是的 当爱你的邻舍 甚至就连那些做你仇敌的人 你也要做他们的邻舍 关于活出基督徒生命的这个层面 如果我们想要加以了解 就要知道 神学家经常告诉我们 有三个原则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实际的基督徒生命 或者说基督徒伦理 第一个原则 这当中涉及的目标是什么 第二 这当中涉及的动机是什么 第三 这当中涉及的标准是什么 你会看到 这三个原则 全都出现在耶稣这里的教导当中 目标是 要爱你的邻舍 到一个程度 我们甚至连那些成为我们仇敌的人都爱 耶稣能够这么说 是因为他教导我们 爱并不是某种淹没我们 控制我们的东西 爱是基督徒的一种性情 是基督徒向他人展现的性情 如各位所知 有时候我们会说 我坠入爱河了 你为什么需要坠入爱河呢 所谓坠入爱河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我们被某种东西淹没了 我们被掌控了 我们的心被掳获了 这个呢 是浪漫层次的爱啊 但圣经对爱的见解 并不是由那种 我对某个事物的爱 淹没了我的概念主导的 而是我下定决心 因为基督已经为我献上了他自己 让我也能够为他人献上自己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 万一出现在你眼前的 真的是你的仇敌 你该怎么做呢 你该怎么爱你的仇敌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被告知要爱仇敌是一回事 想象一下 我们坐在这里一起查考圣经 负责领导的人是你 你说耶稣这是在教导我们什么呢 然后琼斯女士说 耶稣这是在教导我们要爱仇敌 我们必须爱我们的仇敌 大家听了都点头同意 是啊 说得好 我们都要爱仇敌 接着身为小组长的你说 该怎么做呢 该怎么做呢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呀 也许是某个健谈的人会开始讲出各种答案 或者是大家都会转头看向小组长 并说请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呀 你来告诉我们吧 我们还没读那卷书 但耶稣怎么说 他是怎么做的 他并不是说 听好了 我要向你们宣告该怎么做 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个那种有仇不报非君子 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思想 是截然不同的 主耶稣这话并不只是劝勉我们祷告而已 不单只是如此 主耶稣他也明白 当你开始为某个仇敌祷告的时候呢 你就无法再以原先的方式对待对方了 这么做有许多效果 其中一个效果就是使你不再深陷于那种拼命防备仇敌的情境之中 在那种情境中 你其实很容易会变成主动施加伤害的那一方 我们的许多仇敌都令人畏惧不是吗 他们想要你失败 想要侮辱你 他们大权在握 但你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一旦你开始为他们祷告 你就会渐渐意识到大权在握的并不是他们 大权在握的是主 当我开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虽然他们在我看来可以说是人高马大 但我所定睛的那一位容我这样说吧 他是更加的人高马大 懂我意思吗 他们相形见处 我也开始得以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 他们只不过是全能上帝的创造物而已 他们的生命是贫瘠的 因为他们充满了愤怒与憎恨 一旦我们开始转向主 并且为他们祷告 求主介入他们的人生 和他们的处境时 我们就不再按照有仇必报的本性来行事了 我们开始能够以完全不同的眼光 看待他们 我们开始怜悯他们的处境 因为他们实在是相当悲惨 他们并不真的了解自己 他们自视甚高 其实他们十分渺小 有一次我拜访了美国某个城市里 一个非常富有的街区 那个周末我受邀去讲道 时间刚好是在周末 我记得那是改革宗的一个大会 日期刚好是在万圣节的周末 在某一间富丽堂皇的豪宅外面 有个人放置了一个非常大型的金刚气球 大小跟他的房子一样 我听说他在耶旦节的时候也这么做过 哇 真的非常重观啊 主日早晨 我乘车前往教会的路上 朝那个人的房子看去 我发现有人已经用空气枪 把金刚气球射破了 于是大金刚就这样 瘫倒在那个人的房子前面 面对仇敌的时候 祷告就是那把空气枪 对方不一定会意识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们确实会开始意识到 我们并不向外表看起来那样弱小 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上帝 并意识到他们不向外表看起来那么强大 耶稣这段话的重点是 我们得到转变脱离自身的本性 当别人成为我们仇敌的时候 我们的本性就是自我防卫 不是吗 我们会关闭心门 而非敞开心门 但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 我们便仰望主 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需要 而且呢 非常奇妙的是 我们开始更多聚焦于他们的需要 而非我们的软弱 这不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事吗 他被他的仇敌包围 他就是这样做的呀 他们看起来很强大 而他看起来既脆弱又微小 富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所以 首先 耶稣给我们一个目标 要爱我们的灵舍 甚至连仇敌也要爱 这完全不同于那种 以为爱灵舍就表示要恨仇敌的观念 接着呢 他给了我们一个动机 这个动机是什么呢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我们根据整篇登山宝训来阅读这段经文时 我们必须说先把这件事记起来 因为我们接下来会听到更多关于这件事的内容 所以 在处理这个连仇敌也要爱的议题的时候 耶稣同时也在埋下伏笔 他正在为第六章所强调的重点铺路 好让我们明白 我们不只是蒙福 而且 我们真的是天父的儿女 为什么这会产生区别呢 他告诉我们 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 因为你是天父的儿子 而这位天父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正是在我们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 上帝就为我们赐下了他的儿子 彰显了他对我们的爱 说到底 如果我们爱我们的灵蛇 只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可爱 那么我们其实跟税吏没有两样 我们跟我们鄙视的人没有两样 他们也互相喜爱 做贼的人也讲义气 耶稣说福音赐给你的美好动机 是这样的 你是天父的儿女 这位天父慷慨对待他的仇敌 你要记得你是哪个家庭的人 几年前 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一件发生在白金汉宫的事情 当时的其中一位皇家牧师正好待在宫里 那时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妹妹都还很小 她们穿着宴会的礼服 她们被送上皇家轿车 要前往去参加一场宴会 女王的母亲已故的太后 当时正站在那辆奢华的大轿车旁边 以皇家的口吻叮嘱皇家的孩子 那位皇家牧师十分好奇 便停下来聆听 这段来自皇家的叮嘱 究竟讲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太后是这样说的 女孩们 皇家的孩子 要有皇家的规矩 皇家的孩子 要有皇家的规矩 那不就是耶稣这段话要讲的吗 要知道 当你意识到自己身为天父儿女的身份的时候 你就有了完全充足的动机 去请求主说明 你以他那样的方式对待你的仇敌 有注意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我们开始看清楚仇敌的真面目 他们是非常需要帮众的人 我们也开始看清楚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 我们是皇家的孩子 我们有一位非常慷慨的天父 这样说来 对那些没有经历到这一点的人而言 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奥秘 我们能够慷慨待人 我们能够非常慷慨地对待我们的仇敌 并借此消解他们的敌意 因为呢 我们属于天父 好的 目标有了 动机也有了 有没有注意到啊 这里还有一个标准 目标是爱 我们的灵舍 包括我们的仇敌 动机则是活出我们天国儿女的身份 那么标准是什么呢 标准出现在第四十八节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被翻译成完全的那个词 它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被翻译为成熟 意思差不多是长大 我们可能会以为这就是耶稣的意思 以为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完全 只不过是要我们长大而已 我们应当像成人一样慷慨待人 对吧 不要像小孩子一样 总是照着说东西是谁的 但事实是 天父是完全的 他不只是成熟的 他不是比我们年长 比我们更有资历而已 天父是绝对完美的 他在慷慨之中彰显 他的完美 甚至慷慨地对待仇敌 耶稣这是在对我们说 这才是真正的标准 在苏格兰 我所属的那间教会 第一任牧师的名字叫做 罗伯特·穆雷·麦瑟 他呢 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祷告 得救的罪人能多圣洁 就请让我多圣洁吧 有另一个祷告 可以与此对比 就是奥古斯丁 在《忏悔录》中提到的 他早年的时候 曾这样祷告 祝我 请赐我纯洁 但不是现在 请赐我纯洁 但不是现在 而耶稣所说的是 我们必须明白 身为天父儿女的我们 要以他为榜样 他是我们的标准 如果你身为父亲 有一句话 总是会令你五味杂陈 那就是别人对你说 我见过你儿子 他跟你一模一样 我认为我跟我儿子 一点也不像 别人这样对我说 是因为他们常听我讲到 他们常常看到我的脸 于是就从我的儿子脸上 找出一些特征 他们知道他是我儿子 我们还不完全 但如果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那么在我们对仇敌的爱中 人们便开始能够发现 并说他真的跟天父很像 愿上帝帮助我们 为他的荣耀活出那样的生命 我认为他不会是在一起 这个人看着你 可能会是在一起 没关系 我认为他在一起 我认为他有什么 没有什么 我认为他有什么 我认为他有什么 我认为他都会有什么 实际上 我认为他很好的